浩義三套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聘質的中菜 相信也會比較多的朋友會喜歡看 主要原因就是今天过来港岛区这一边 很多观众都说我少点过来港岛这边 我都尽量会发掘更多港岛区这边特色的食肆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餐饭挺特别的 因为我过来一间专闭吃一些挺精致和很有铺气的中菜 今天来北角的七姊妹道 一间叫做店小仪的小菜馆 这间餐厅就不是在大街大巷那里 它就在北角这边的七姊妹道 门面就不会说很富丽堂皇那些 整个感觉都是好像私房菜那些的感觉 这间店小仪开业大概是三年半左右的时间 主力都是做一些铺气小菜 和做一些特色一点的手工菜为主 这次就多谢餐馆那边邀请我 还有这个老板就很开心的 直接说你有那句说那句就OK了 主要真的来试招牌菜 这些小菜老板跟我说 它们的份量亦都会比较大 适合一大围人来的 这间店小仪呢 我一进来看它的格局 它绝对是走我们港式的一些大牌当 比较地道一点的 整个感觉就是很直接 还有主要是专供食物的 它这里有五张大桌 当然如果少人来的都OK的 但是我预计这一类型的店 大家就很开心 升浪大家都应该要有心理准备 平日就会好些 听老板说 逢星期五六周末 它这间餐厅都几多一大群人 所以我都真实反应给大家 来这里的位置 它就挺好的 它对面就是北角站B4号出口 真的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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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所以它无论你自驾或是坐地铁都相当之方便 详细地说 拍车24元这个小时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最主要讲这么多就是看它的食物 这个菜单里面 就是过百款的小菜可以找到 只是总共 连炒粉面饭是165款种类的小菜 炒粉面饭 还有菜式 所以总有一款是适合你吃的 如果大家一大班人来 每人点一个菜就适合了 它都有几款是挺特别的 还有它就比出奇地有一些怀旧的小菜 因为我进来 我初头不想着 因为老板都比较年轻一点 我没想着原来有一些都是怀旧的小菜 所以我今天也想和大家试一下 是否真的究竟做得到 或者是它今天做过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今天一定点一些手工菜 看看它的情况 还有最重要的是完全是拍给大家看一下 吃这些小菜不能少 就是有很多的饮品 有很多的新观众记住按个订阅 还有没有看完影片 就按个赞 因为你越多的赞 YouTube就会推送更加多 最新的吃喝玩乐资讯给你了 我们今天就有很多人 可以多点点菜和大家试一下 四款不同的前菜 首先就有黄金鱼皮 鹽酥菇 鼻蜂糖 茄子 还有柚子醋 玲珑菇 这四款都是挺大碟的 你不要以为它是小碟的 原来的份量也挺多 比较特别 这是一个圆筆的 就是盐酥菇 它这个 应该灑了一些调味 一些盐 轻轻炸了 少少脆 本身里面还有水分 玲珑茄 很小粒 不过它最主要都是 醋和调味 它这个是重吃的 夏天吃就很开胃 甜度也是很高 吃进去 再加上醋的酸味 就真正是酸甜的味道 这个炸鱼皮 就是黄金鱼皮 咸蛋黄 其实很多小菜馆都有这个菜式 看到它今天就相当均匀 它上面包的蛋黄 它是入口很融化的 有些蛋黄如果做得不均匀 你就会起沙 这些就是相对较滑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鼻蜂糖 茄子 做法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香蒜 干蒜地炒 上面有些干辣椒 炸到它有些香脆 外层 而里面应该要是比较软滑 才好吃 而且我喜欢它的茄子 它够大条 很香厚 而且也是入口 很软滑的那种 好 那吃完刚才那几款的前菜 就开始来这个主菜 就是考它功夫 绝对是怀旧版的菜式 就是这个瀑仔焗鱼肠 吃之前其实讲一点 关于鱼肠的故事 鱼肠以前在五六十年代 一向都是一些客栏 甚至乎是不值钱的东西 但是当时物资就不是那么丰富 很多人就开始用鱼肠去做一些松菜 但是这一时至今日 大家可能食材都很丰富 现在就比较少走流吃 而且它的制作功夫就比较繁复 因为鱼肠要洗得干净 而且你要不够腥味 那些肥脂肪 鱼肠里面的脂肪都要清除了它 然后还要调味 然后再加一个油炸鬼 再拿去烤 有些餐厅就会再炸 但是这间餐厅 全国都是生焗的鱼肠 而且它这里用了一个龙躬的鱼肠 因为它这一只鱼肠油分较高 所以吃进口应该是更加香滑 不要说那么多 就马上试一试 鱼肠去烤的鱼肠很大 刚刚放进去它都是很软滑的 老板和我说焗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它生焗这么大盘的鱼肠 最主要的鱼肠就是怕它处理得不好 就有腥味在这里 除了鱼肠之外 就还有陈皮 腥味已经完全开过了 没什么问题 而且它的鱼肠很滑 它的鱼肠很重 整件事的混合都很好 如果它这里大家仍然是怕腥 它有些鱼肠 里面的油炸鬼 脆脆脆脆 其实它的层次感很丰富 我没有点鱼肠 我都吃得到 我觉得是挺好的 好,那来到一次过 我们就出三款海鲜来试一下 颁阔就是一只荷叶花雕精花甲片 还有就是大星子 两食 这里就会有蒸和炒蜜椒 炒蜥子 这个蜥子就是一个纽西兰的蜥子 它是特大的蜥子 这个蜥子它就开一边 这里总共就是十只大蜥子 分了两款做法 煮的时间要掌握得很好 还有就看一下 今天这一款的 数次蒜蓉蒸 蒜蓉的份量也是很多 看一下它的质地 看看是怎样 它的蜥子的质地 都不会硬的 它蒸的时间也是可以的 还有它今天的蒜香味也挺重的 再试上另外一款 就是这个 士椒炒蜥子 这些应该都有十拿九韵 你做这些小菜款来说 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相对两款 我自己觉得 士椒蜥子是比较好吃的 因为它的质地和蒸的蜥子是差不多 炒的蜥子仍然可以维持到 蒸蜥子那么软滑 有点弹性 而且它是较为香口 它用轻微的辣椒 有豆豉 洋葱 青红椒 相当之香口 这种花鴿 老实说 我今天看到它不是很大 那种 我自己想象中 应该是比较大 的花鴿 重点就是 蒸完之后 会再灑一些花鸟 花鸟味一定够出的 这个花鸟吃到 有少少沙 少少沙 老板可能会有点心急 如果它浸久一点 让花鸟套到沙 就会更好 但是它本身的花鸟 肉也挺滑的 而且花鸟的份量 不会太多 刚刚好 因为放得多 一定会苦 刚刚好 花鸟的味道 刚刚好 其实这种做法 就是 好像 日本人做 清酒煮蜆一样 就是用酒 调香的海鲜味道 最主要就是 看你如何做 如何调调味道 做得出 可以带出海鲜的鲜味 就到今天主角的出场 就是 这条 蒸麻油鱼 麻油本身 这条鱼 都是油分 比较充足的一种鱼 我也是挺喜欢吃的 因为最主要是鱼 吃鱼油 吃鱼油 吃鱼油香 这条麻油 都不例外 但这里的做法 我看它是挺特别的 它用了一种 今天就是一个 花鸟鸡油 蒸麻油 今天它用上 就是一个花鸟 已经是比较特别 而且它是再加上 一种鸡油 这个是挺大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花鸟酒 和那个鸡油 鸡油是很难去控制 它的油利感 因为鸡油比较重 所以接近一个调教 花鸟的酒 那个鸡油的份量 和鱼油的香味 如何三个融为一体 这个技巧是不容易做的 老板跟我说 鸡油会落得比较重 那我就开始有些担心 会不会很腻很滑 原来它这个做法 就是会加入多一点的蛋黄 一起去蒸 去蒸回鸡油味 但是也保留鸡油本身的香味 所以听完呢 大家听到 我都觉得 是很花心机的一个送菜 它是好像蒸蛋 整个底 哇,你看这些 它有些姜 整个鱼 它是好像一层裹着 但油份也不会太重 而且有点蛋香味 包住 再加上它本身的 鱼油 它的鱼油份已经很充足 感觉完全没有油来喝 而且这一条鱼 都值得推荐 是挺特别的做法 反而 鸡油和花鸟 它不是很突出的 我感觉到 它这一只真的吃到鱼的原味 再加一点就是鱼油 很香 有引药滲出来 有点鱼油的香味 这个汁 吃完鱼 我来拌一下饭 都还很棒 非常之邪恶 因为你不觉得油腻感 你以为鸡油 很厉害 很厉害 但它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不自觉地吃多了 这些菜才危险 你问我美中不足 我希望它的花鸟 加多一点 令到它入口 除了质地之外 那么滑 那么正之外 它的层次更加丰富 而且花鸟会带出味道 更加多些 一个特色的菜 今天我们就是 姜葱焗鱼泡 即是鱼泡 即是鱼泡 鱼泡 鱼泡 可能大家都知道 它是来控制鱼的升降 最主要是鱼的内藏 一般都会怕它有腥味 它使用了姜葱的做法 即是一个姜 即是一个香味 来ism включ走去 而且針對鱼泡 原本是此便 用了一些碗鱼的取消 所以它在用料方面 坦够些宜 因為玩魚不會像大魚那樣紋 還有腥味都沒有那麼重 這個看似是比較簡單的做法 但其實技巧和用料都有它的要求 是完整一條的 有些切得比較碎 就是這裡是完整一條 就算它收縮了 你看到這裡也挺大件 你看它的長度 是很完整的 你看到這些是很滑 它的薑蔥已經做得不錯 火力足夠了 爆得透了 這麼多款海鮮之後 都是時間吃些肉類 放得飽肚一點的東西 還有一隻就是十三香的炸子雞 我先說如果炸子雞做得好 你可以說是易學難蒸 還有每間菜館都有獨特的配方 今天它們有一個十三香 這個香料是一種配方 這裡店小店自己拿那種十三樣的材料 自己磨成份 融入在這個炸子雞裡面 所以香味非常之獨特 炸子雞一般都要上皮水 這個就有些麥芽糖和紹酒 同樣地每間餐廳的配方都不同 等完調味之後就要等它風光過夜 然後有客人叫 當日才馬上淋油和炸 這個炸子雞皮脆肉亂 這些雞皮都很反光 很薄的 問問問老闆 這隻是三黃雞 你看看它乾 這個皮層它的脂肪層是比較少的 最主要是炸子雞外脆 內軟就OK 再加上它上面也有很多炸蒜 這個雞一定 看它的皮多脆 多油光 多亮 很美 上了油的 你看它的皮 它是本身 外表就很英俊 雞初步看是OK的 醬料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再加醬料 但是我最主要是吃它的原味道 你看它的雞肉 這些位置 你看到它是剛剛好的時間 它不會過熟 還能保留一些雞的醬汁 好 接著肉類 還有一隻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很大鍋 就是這個蘿蔔清湯腩 它用牛腔腩去做 再加少許牛雜 去燜這個牛腩 再加上蘿蔔 就應該相對會比較清甜 這個辣椒醬 看它的細很厲害 一吃牛腩 都要怎樣都要 把辣椒醬調味 這兩個是絕配 然後離開 哇 你看這裡 牛腩多 分量這裡有多少 一排 你看這裡多漂亮 十多塊 還有 還有 是加少少量的牛雜 在底下 你看這些牛雜 在底下 一直滾 有些芫荽 很香 蘿蔔 其實它這個 我看它不是十分之軟 牛肉 你看那個 聞味 和脂肪的分佈 都略之一二 黑腩 始終比牛腩 牛腩 是會 牛香味比較濃 嘩 吸不吸引 這塊牛腩 它的牛香味 和油脂很平均 有彈性 這個 青湯 蘿蔔 牛腩 我本身都覺得好吃 它的味道 和調味 如果可以加上 多一點 例如花燒 八角的味道 再提升 就更加好 現在 層次感 略欠了少許 即是比較斑掉了 但是本身 它的牛腩 是真的漂亮 最後 那份肉類 就是咕嚕肉 它將醬料 和咕嚕肉 是分開的 還有它的菠蘿 是用新鮮的菠蘿 這一個 就令到整個菜 即是滑龍點蒸 因為它 新鮮菠蘿 始終那個醬 鮮甜度 是相當之不錯的 我想分開上 大家都知道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吃的時候 保留到 咕嚕肉外層的鬆脆 醬汁方面 都是因為它有醋 有甜酸汁 味道 就可以因應自己的口味 就去加這個 咕嚕肉的醬汁 這塊就是咕嚕肉 我特意放少一點醬汁 就是想感受一下 咕嚕肉的外層 鬆化程度 我覺得咕嚕肉 鬆化程度是做得到 不過我今天嫌它 它的豬肉有少少韌力 即是比較實 我反而喜歡醬汁 如果它的酸度 再提高一點 就更加好 不過我先試它的新鮮菠蘿 它的重點是新鮮菠蘿 菠蘿汁是很多 和很清潔 跟罐頭菠蘿 就是絕對有分別 最後我們來多一個 就是一個 聖瓜炒鮮淮山 基本的菜 主要是吃到淮山 這隻淮山 是很爽脆的淮山 最後 鹽不夠飽的 再來多一個 這個厲害了 也是 今晚最後一道菜 就是荷葉龍仔蒸乳甲飯 將乳甲整隻鋪在飯面上 再包著荷葉一起放進去蒸 拿出來打開 你聞到那個味道是很重的花雕 有玫瑰爐 而揭開之後 你見過飯底裡有黃棗 有松草花 有杞子 這個好像一些若膳乳甲的感覺 出來的效果不會蒸到過火 或者是太老了 我再試一下味道 自己的口味 我覺得它 飯面 我見那個蜆汁 略嫌它重了一點 它的乳甲味道 和本身那個 紅棗的味道都挺出的 好 今晚 這麼豐盛的一個晚宴 真的圓滿結束了 我們已經吃得很飽 即使我帶了整村人過來幫忙 這裡的菜菜 它的份量 的確是挺大的 大家來到就要留意這個店 它是大份量的 你見到它是大堆頭的 所以不怪之 進來看 有很多大桌過來吃飯 星期五、六 即它爆場 其實它的聲量可能會比較大 而菜菜有幾個特色 除了大之外 它的味道調教方面 我覺得都是稍微恰當的 菜菜比較大排檔式 但你見到它那個調教的味道 不會說很重手 海鮮類別 它做得是有一手 那個花雕雞油 馬油 那個是真是 本身的材料好 還有雞油的調配 那個調教 它做得好 有些驚喜 味道不錯 另外 如果一邊吃下去 由前菜、頭盤、飯、海鮮 我覺得比較弱 或者前菜 就未必那麼有特色 但它主菜發揮 相當理想 就是它這裡有些 懷舊菜 包括魚腸、魚撲 都真的少有 特別是骨仔魚腸 這一樣東西 真是心機菜 它的料是不值錢 即是一個經典的心機菜 你基本上上來 你可以看好菜單才上來 否則你上來 真的有時間選擇 好了 今天介紹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支持 如果還未訂閱的 新觀眾 快點點訂閱 還有最緊要 看完影片 就給個讚 可以繼續找多些地方 和大家吃吃吃吃 和吃個碗頭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下條片再見 再見 拜拜 我記得不會 做十字幕 千鈴 我們現在還給你 按讚 我們現在還給你 謝謝大家 請禁止